您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一名没有犯罪记录的Stanford博士生 搭机返回美国的时候被海关人员上铐盘查搜身 扣留讯问六个小时 只因为他来自穆斯林国家 种族歧视的白色恐怖在川普上任第八天开始发酵 川普签署穆斯林禁令 未来的120天内不准任何难民入境 90天内不准任何伊拉克 伊朗 叙利亚 燕门 苏丹 利比亚和索马利亚共鸣入境 禁令颁布之后 立刻引爆全球机场航班大乱 全美各地抗议活动四起 纽约旧金山机场涌入上万名示威人潮 民怨沸腾 白宫幕僚长试图缓家 他说 持有绿卡的外国人不会受到穆斯林禁令影响 来自七个穆斯林国家的绿卡持有人 在通过海关的时候可能遭遇比较严格的检查 但是并不会影响他们入境 不过川普却强硬地表示 这项禁令取得盛大胜利 新政府绝不退让 川普推文说 美国需要固弱金汤的边界和极端严格的筛检 美国必须关闭边界 才能避免恐怖分子攻击 杜绝潜在威胁 除了威胁 川普还以书面声明 说禁令是捍卫国家安全 无关宗教 通马一切都是媒体的错误报道 同时还不忘把欧巴马也拖下水 他说 禁令中的七个穆斯林国家 早就被欧巴马政府点名 是恐怖活动的全员 新政府依此根据颁布禁令 并没有影响其他数十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 有两名原籍伊朗持有绿卡的大学教授 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后回国 也在机场被扣留盘查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获准入境之后 直奔法院 要求法官驳回川普的禁令 Boston联邦法院法官 罕见的在禁令颁布的隔天凌晨一点多 下令海关和边防署人员 通知海外各航空公司 让移民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 暂缓实施川普禁令 另外 纽约联邦法官也下令各大机场 不能遣返被拘留在机场的难民 不能拒绝非法美国公民入境 包括纽约 加州 滨州 华盛顿州 爱荷华州等16州检察长 同声谴责川普违宪 誓言抗拒穆斯林禁令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